好 以色列一方面打仗 它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科技也非常的进步 你可能不知道 以色列汽车进口协会 最近公布 在今年上半年的统计出来了 中国车 在这个目前已经成为 以色列第一大汽车供应国 所以这个中国车的力量 真的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进行 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制裁 或者是围堵的话 你看到在以色列 也占据了第一个供应国的一个位置 那它的市占率 最后大概是达到68.3% 以数量来讲是小的啦 对比亚迪对于各车企来讲 是个零头 但是很不寻常 以色列哦 另外一条还是跟车有关 非常特别 7月5号呢 土耳其官方突然公布了一个讯息 你记不记得一个月前 它本来突然说要增加 对于中国车辆的一个关税 一加加40% 当时我们新闻中有讨论 都说土耳其怎么了 土耳其到底怎么搞的 跟中国有这么差吗 40%的关税就等于是卡关了嘛 进不来了嘛 那当时有种说法 就是要争取跟中国大陆的谈判筹码 果然好像是哦 但时间点你看 它是去参加了上和峰会 跟中国会谈 回来之后立刻取消 7月4号跟中国大陆谈了 7月5号就取消 看起来土耳其很行啊 对不对 这招很会玩 我先把你谈得高高的 拿到一个筹码 谈完之后交换到我要的 就把它取消 然后你就看到土耳其要跟比亚迪 达成了协议 比亚迪要去土耳其设厂 还不止比亚迪哦 奇瑞啊 上汽啊 通通都有意愿 看起来哇 土耳其真的是拿到想要的 还有跟车有关的好大一块 那现在欧盟不是要 对中国电动车下手吗 那个关税也很高 那现在怎么办呢 这个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中国车企呢 选择四面开花 这个形容词讲得很好 比方说非洲啊 中南美啊 欧洲啊等等 像欧洲各国都在争取 中国电动车厂的一个设厂 各国 所以到时候呢 我落地到那边 我挂的比方说 我落地到匈牙利 挂的匈牙利的牌啊 匈牙利生产的车子 对不对啊 所以它绕了一圈 就绕过了这个关税的制裁 更不要说在非洲 你看到有个挪扎汽车 在肯亚开了一个旗舰店 雄心很大 未来要进到20个非洲国家 比亚迪在南非也发布了新车型 引起了热议 还有塞内加尔不用说了 还有卢安达也是 中国制造的电动公车 已经在马路上满街跑 好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华为 华为刚刚卖掉了他们的问界商标嘛 那华为拿下了尚比亚的大单 尚比亚有眼光 启动了第一个智慧村的计划 要在全国盖100个智慧村 这就是华为的强项 它不只是卖手机 它帮你建网路 尚比亚总统非常关注 亲自到场参与了启动仪式 对于非洲来讲 对我们来讲是这个很方便 每天大家都有网路 没有网路活不下去 但对于尚比亚这个国家来讲 华为来了 网路就来了 太阳能系统也来了 其实还真的是一个做功德是好事 科技造福人类 其实我特别讶异是 为什么是选尚比亚做这个智慧村 那其实华为不在全世界来讲 它现在是尚比亚是第二个 它第一个搞这个是在哪个国家 在沙特它搞一个未来城 我想大家都很有印象 它整个未来城那很大 然后沙特来讲欢迎它进去 里面包括所有是5G时代 对未来的一个世界 然后很科幻 如果绿能再加进来的话 确实是未来城 那现在人家尚比亚 确实是有这个眼光 它这个总共有100个智慧村 那对这些 不管是将来绿色的能源 干净的能源 还有他们自己本身的这种通讯系统 都能够用华为的整个来讲 我相信来讲的话 尚比亚未来来讲是一个很可期待的 尤其是它南边就是 它如果它南边就是南非 那南非又是金砖五国 现在已经不只金砖五国了 现在已经金砖十一国了 那它跟尚比亚来讲 我相信中国从这个南非这边进去以后 然后影响到尚比亚 然后之后再影响到这个赤道几内亚 对不对 整个非洲我们就看出来 中国在这个地方 一带已经都 赤道几内亚有一个港口 对不对 中国也已经跟港口签了一个合约 然后它有这个营运权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中国在这个地方 在非洲 它多年的耕耘来讲 已经看到它开花结果了 那关于汽车我认为说是 这是不可挡的 你欧洲来讲 你不要别的国家 很多地方要的 就是扒得有很好的汽车可以开 为什么这些国家可以到中东 尤其到非洲 因为它便宜 CP值低 CP值很高 那重点是它这个价格不高 那中国汽车为什么可以做到价格那么低 CP值那么高 因为它有一个关键就是它量多 对我量很多来讲 我供应链 所有价格都可以移下来 压下来 他们经过分析过比亚迪的 这种海欧那一款的车子 他发现如果说是美国做同样一款车子来讲的话 价格是它的五倍那么高 所以它可以很低的价格 它价格压低 当然非洲国家这些人民就开得起这种车子 买得起这种车子来开 所以我觉得说是美国跟欧洲自己本身 要制裁中国的汽车来讲 其实是走错一条路 你制裁没有关系 你制裁嘛 但是它中国还有很多市场 不管是我们现在看到 就中东的国家 甚至于连这个土耳其或以色列 对不对 哪一个唯一遗憾是 我们自己台湾不能够有这种 因为政治的因素 不然连我们都很想说有一台这种 又便宜的车 你看它那个当做不管是 它不是买菜车 它是也不只是代步车 它那种价格又便宜 然后性能又好 不比外国差 所以我反而很羡慕这些国家 包括中东的国家 包括非洲国家 包括到这些 它可以用很低的一个 很合理的一个价格 然后我可以买了一个高性能的车子 我可以开 我相信当中国进去以后 它占领这个市场 后续来讲 会有很多拓展的空间 比如说你车子进去 不是光买这个车嘛 你整个销售的系统 包括维修的系统 包括后续供应链的系统 因为然后以后来讲 用习惯以后 就像我们用苹果手机 你用习惯 下次你还会再去买苹果手机 你用完华为的 你下次还是去买华为的 你用完小米 还是买小米 当中国汽车进来以后 进到这些 唯一是说非洲来讲 等于说是一个新开发的一个市场 它现在老百姓来讲 目前来讲 这个经济状况 收入来讲比较低 那你现在这车子进去以后 它将来用惯了以后 它就用这种车子 所以这种汽车事业的经营 不是一天两天的 而是你要看到长久 甚至是百年之后 就像以前我们都喜欢看日本的车 丰田 然后TOYOTA 它现在慢慢衰落了 为什么我们觉得丰田 TOYOTA 感觉上面在台湾人的品牌之中 有它一个固定的形象在 就是因为长期累积下来 那现在如果中国到了 不管是到以色列 或者到土耳其 或者到非洲这些国家 它占有这块市场之后 我相信它将来来讲的话 你要再去取代它 不是这么容易的 除非说是能够挽到超车 不然要取代中国 在这些国家的这种汽车市场 我觉得那是很难的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盐德国专利 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基本上优优独立 金透湿 工程